我們要實測打蘋果汁 是用漢磷的真空破壁機 跟一般的果汁機打蘋果汁 差在哪裡 顏色差別非常多 等一下實測給大家看 想要準備來開始做實驗囉 好 現在我們要來破壁機打的蘋果汁有什麼不一樣呢 來 開 好 這杯是和林真空破壁機打出來的 這杯是一般果汁機打出來的 大家有發現有什麼差點嗎 進拉一下 進拉一下 是不是這一個它比較沒有氣泡 然後而且它也沒有像這樣子分層 就是勾勾這樣分層打不散的感覺 然後氣泡又很多 然後再來就是你有發現它氧化速度很快 你仔細看一定感覺出來 這一杯比較深 這一杯已經很合色了 變很合色 來 進拍來 鏡頭進拍 這個假不了 這沒辦法騙 這個已經呈現非常深 這個沒有作假 同一個 同一個光下拍了 現在我要把我剛剛用燈空破壁機打的蘋果汁帶出去 外面喝 那現在要怎麼帶 一樣要讓它真空保險 不然在外面一下沒喝完它就壞了 好的 好的 一樣 按這個 按真空就好 中間這個按真空就好 真空就好 這樣 好 開始抽真露 打開 這一個就可以放在包包裡 隨身帶著走剛剛打好的蘋果汁 也可以放在冰箱裡面 完全不會露 因為它有-80kpa的抽真空的環境下打的 完全不會露 你可以把它放在包包裡面 再去外面喝 上班的時候喝 中午午休喝 都可以 超讚 拍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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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